好 接著到這一套 我覺得比較Casic 很久沒見過這麼Casic的作品 有些少年針味 應該說有90年代那種 輕小說一開頭的味道 即是下藍那些 至少男主角是一些強勢型的角色 不是廢藍 接著要說那一套 Taboo Tattoo 禁忌周文 這套的前設跟很多荷里活片的特色一樣 很像 不要帶這麼大的腦子進去 帶小腦進去 不要帶大腦進去 這個故事其實很簡單 某一天主角見義勇為 拯救了一個不是少女 拯救了一個療到的阿伯 這個療到的阿伯為了報恩 就送了一本如來神像 不是 送了一個咒文給他 有水晶 但水晶有一個標誌 標誌吃了在他的手上 好像印水紙 但什麼不甩 然後這個故事就展開了 主角不幸的人生就正式開始了 這個Floid Omega 都是那句其實就是 主角獲得了能力之後 當然會被其他人釘上了 其實有少許右手的味道 我也覺得是 不過大家有少許不同 因為他只可以進攻 那個故事裏面 正義這個角色 跟伊姬在頭幾集裡的會面 為何叫大家不要帶大腦進去 只可以帶小腦進去的原因 就是什麼呢 在那兩場戰鬥裏面 伊姬當他知道他是 他在咒文的持有者的時候 嗯 接著就對他施以這個襲擊的時候 我開始的時候 是會看到什麼呢 我會看到BIG ORDER的 有少許的印象 說你不是玩這樣的東西 幸好他有少許不同 但還是解釋不到一個問題 這個世界是沒有青蛙博士 但是 他覺得打死了沒問題 但是正義 大家相信就是 如果一拳 能夠令到你吐一聲血出來的時候 你輕人可以沒事的話 那我是不知道 他有沒有說過 咒文可以提升這個恢復能力 身體能力可以的 恢復能力沒有 但那時候他還沒適用的 但他還沒用能力之下 不然一下吐一拳 吐一聲血出來 然後他明天早上 他沒事 所以不是似近書無錄 都說這個世界 不要青蛙博士 整個作品裡面 暫時到現在 這個集數位置 大體上都是發生這個情況 就是有人一下被人貫穿了之後 是貫穿的 但是 我告訴你 貫穿還貫穿 死還死是兩件事來的 即是那些貫穿是技能來的 不扣甲 為什麼呢 只是打肉身 當然這個技能 只能夠在 叫做主角群裡面生效 因為其他人 被人這樣砍一刀 或者被人這樣捅一捅之後 是死硬的 不是啊 敵翼都有的 敵翼你看到 耍邊的那個人 被伊姬一刀爆頭 打到他旁邊 但明明那個位置不是老陽眼 但那位置可以打的 有面 不是流螺式的 有面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那麼這裏作品就是什麼呢 他的打鬥 他沒有完全去依賴 那個所謂的特殊能力 有拳腳架 所有拿到皺紋能力的人 他們的基礎條件一致的就是什麼呢 他們的身體能力 都會被大幅強化 還有一個有趣的就是 裡面也有說到 皺紋 我們沒有提過了 皺紋他很有趣的 他要有一個消耗品 好像奉獻一樣 譬如伊姬為例 他就消耗粉筆 然後他的能力換水就是控制空氣 於是他可以做壓縮空氣的炸彈 一些空氣的護盾那類 但問題來了 你除了用這些特殊能力之外 你有一個皺紋的Ready狀態 一個備用狀態 而你under那個Ready狀態的時候 你的身體能力會大幅度提升 即是拳腳會大一點 Speed會加那類 但問題來了 這個能力提升的Ready狀態 有時限的 10分鐘 所以你在這段時間 除了靠拳腳膠也好 或者靠你的皺紋能力之外 所以在時限完畢後 你本身身體的武術底支是有用的 所以這套東西 你會見到大概有一半時間 都是打拳腳膠的 暫時的設定 其實他很穩窄的 有些東西他都說到很死的 首先是10分鐘這件事 還有就是 基本上他講10分鐘 不是說你10分鐘用完之後 就Game Over 只要10分鐘之外 你要怎樣去補給自己的觸媒的能力 那你就可以持續發揮能力 不過他就說 因為如果這樣打的話 就變成雙方的消耗戰 誰用完自己的觸媒的話 到時限用完的時候 所以說補給時間都要拿到時間很準 8分鐘就押底 還有CD時間 你要控制 變身不給打 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裡面節奏很快 其實這套東西 戰鬥方面 暫時看下去 那個感覺 我只會說 不太差 我覺得好看的 是壞的 應該說是那些劇情有一點無理 就是為什麼要不要帶大腦子 帶小腦子進去的問題 原因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 他設定 直到現在 動畫 我不計算原作 他設定直到現在 你很難接駁他 他就算解得到一些東西 你是明白的 你清楚的 他又沒有什麼反駁 邏輯就沒有了 為什麼那些不死 但是打鬥就OK的 好看的算 作畫都很穩定 我只會說 他是很荷里胡級 B級電影的動作 動作 片的 那種就是什麼呢 你不要理為什麼 那些人突然之間 會放過主角 就是不知道 看上去什麼 總之每一個角色 都會看中了主角 某一個東西 主角根本上 每一塊都被人 侯住了 其實是 甚至你再簡單一點說 你當然是三個無雙 這樣看就行了 你看爽快是OK的 爽快又去到尾 可以算是 是啊 因為你知道 今季的戰鬥班 很多都是一閃爛 但依然就是什麼 不要理會裡面的 尤其是裡面就是一些 所謂叫做 戰術的安排 其實這套東西 在第四集裡面 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他由頭三集開始 已經是表明了一件事情 對咒紋使用者 只有咒紋使用者 可以對破 然後跟著什麼呢 E基就找了一大堆 特種部隊 但是沒有咒紋的人 他對付他 然後問你們準備好了嗎 然後說 拿著槍對著他 然後說 E基是站在後面 然後我說 嘩你這傢伙真是卑鄙無恥 不是這個就是消耗那些時間 如果用你的角度來說的話 但是某個角度來說是沒有用的 其實不明知是沒有用的 是 不知道到底做什麼 是給他表演他的能力 現在叫做他都公佈了 自設了一些設定 其實就是主角的能力 其實是一個其中一個部分 一個核心的部分 簡單來講都是 這種力量的其中一個部分 是的 還有其他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都要收集了七顆龍珠 之後就可以實現願望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像是大波士公主的 還有就是剛才說過的設定裡面力量 他這方面守得很嚴謹 沒有人跨越過這個設定 因為公主還沒出 公主還沒出 沒有啦 你可以說 整個故事裡面 蘇書冰有一套理念 正義 什麼叫做正義 我覺得這裡是OK的 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 當然其實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用Big Order 看到一些影子就是什麼 主角那套理念 他也是自己在犯犯那套理念 他那套理念就是 大家可以幸福快樂的生活 去阻止戰爭 然後 當年有人就說 這樣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咬公主說的對話 只要你不阻止我的話 我就會有辦法達成你的世界 就是Big Order裡面 他爸爸和兒子說的對話 其實是 然後有人很自然的主角 就會紅豆也會告訴他 不行 你的方法是錯的 其實這些理念的東西 我覺得這套作品 如果讓我去想的話 聰明一點來說 說笑一點就好一點 還有不要剪那麼碎 碎就沒算到很碎 他的畫面的直播很奇怪 打打一下 突然變成一個結果 你總是覺得有些像電檢紙 剪幾十秒 剪幾分鐘 出街那些 因為他很強調就是 致命一擊的話 總之會令你吐一聲血的攻擊 他是很 斷位 他在那個位置 就是什麼呢 一瞬間 他就會去到那個位置 你見到他就吐了一聲血 然後他就躺下了 很自然的 中間裡面的打漏過程 其實他沒有去到很激 因為有時候其實很依賴了能力 尤其是因為本身可能流浪貓的那種能力 穿透 他有一種小閃身的那種的打法 是很難做到一個很流暢的效果 我不是說那個 那個我覺得OK 反而有時候他打拳腳架 他就踢了下去 然後下一個畫面就看到那個人 已經撞在牆上了 他有時候就是這些 因為他們其實都用兵器 就好像射邊那個人 和伊姬去打那一場 其實看到就是拳腳架不是很多 學校那場有多拳腳架 射槍、射擊的動作 其實反而會更加多 所以其實面相就是 他一接一搏這樣去 令到那個 戰鬥的拳腳感覺不夠流暢 很多時候是靠那個聲效 或者一快一順那一下 然後大家就跳開 說兩句對白 再跳泡 再打過去 像這些 主角的打鬥反而更加不好看 那麼強調他一個武術的底子 其實暫時浪費了 因為他現在出了大絕 之後就下一次出大絕 對 下一次都說消滅 消滅和消滅 暫時有都說卡錫 未看到他很大 不好的地方 至少平民玩 和你活味 設定穩定的 你能夠被人接受 範圍內可以接受的東西 那麼看下去 這套東西其實 應該是近兩季都很卡錫 上季就有到雙星之陰陽師 今季就有這套 都很卡錫的東西 那麼這套好看動作的話 嗯 那陰陽師不是看這套東西的 是啊 你真的當猴里活片是看的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當 你當是超級英雄片的 弱化版 看某些場景 那是不是有藏氣啊 有藏氣 不知道啊 是猴里活片 哦 這套暫時沒有 對了 故事就 去到這裡 看下去看看他的發展是怎樣 我們這套講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